台湾花莲泰鲁河见证原住民追路苦道的抗云战争 要前往花莲泰鲁河追路苦道 必须先在观光局网站申请 再到现场购买门票每人200元 这里没停车场 入口处附近的公路 只要路边有白线处就可停车 控管游客假期150人 平日96人 入口处是太鲁阁燕子口 有人员看管 进入苦道是一座追路吊桥 横跨立物西谷 溪水滚滚 向风流向太平洋 对面这座山正是海拔1200公尺的追路山 因此这条苦道得名追路苦道 过了吊桥回头看看燕子口的中红公路 过桥正是进入追路苦道的起点 一开始就是自行的斗坡向上 登坡100公尺 前面还有3公里的山路 这追路苦道本来是 和欢越岭苦道的东边的一段 从燕子口到老兮兮全长10.3公里 最近十几年来 因从池母桥到断崖住在所的路段 路基流失 土石崩落到现在还未修复 所以现在这条苦道只有从燕子口到断崖住在所 全长3.1公里 共游客探访 我们至少要走完一公里连续支支型的斗坡 一公里后交平缓 1.9公里后才进入追路大断崖战道 追路苦道名仰国际 除了欣赏探讨风光美景 原著名文化外 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占领台湾后 根据历史记录 在1896年12月23日 花莲守备队日本士兵 轮抱太鲁阁族妇女 引起太鲁阁族的愤怒 原著名击杀守备队13名的日军 而且日本人更不尊重太鲁阁族人的习俗 日本人与太鲁阁族之间的仇恨很难解决 到了1914年 日本总督左九千左马太铁碗里帆 发动太鲁阁战役镇压原住民 太鲁阁族9千人奋勇抵抗2万日军的入侵 战争延续了74天 血染追落苦道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同时分区分断 从太鲁阁加塞铁线条 就是现在的追路吊条 从悬崖截壁中一锤一虎 凿出一条一人形的山道 成为穿越高山悬崖森林河谷的军事道路 战争结束后 日本人为加强对原住民的控制 在江湖道脱框为90公分的里帆山道 也成为原住民部落间的来往道路 台湾光复后 形成现在我们踏青观光的山道 走到一公里处 有块大岩石 这里海拔大致400公尺 经过一小段草坪区 来到古道上最重要的巴达岗住在所移植 太鲁阁语巴达岗的意思是麻族 也有徒籍战地之意 这里是麻族种植区 也具备有战略地理价值 传说是早期巴克兰家族所有 后因山崩污毁 人员离去 无人居住 直到百年前 旅可部落的人 一旁沙歪 来此建屋居住 共有四户人家 三十二人 日本人来了以后设置景观住在所 即招待所 现在只留下当年的房屋地基 这是当年蓄水用的十颗水缸 这是当年日本住在所的俱乐部 离开巴达岗继续向前 路边还留下早期的房屋地基 从这里山路较平坦 来到1.2公里 正是巴达岗二号吊桥 这原本是一座原始的铁线桥 太鲁阁国家公园 整修成现在的吊桥 重新修建的吊桥十分安全 横跨巴达岗西谷 桥上风光青山翠谷 高达2000公尺的山峰连绵 桥下溪水盘盘 溪谷中的瀑布 到1.5公里处又有连串的爬坡道 距离目的地还有1.4公里 现在我们来到2公里的标示牌 这里视野比较开阔 坠落古道大断崖站道 实际是1200公尺 2.1公里处 实际上已进入大断崖 因有森林遮蔽 无法感受断崖的险峻 经过2.3公里路标 古道斗崖景观 我们开始感觉出来 穿过古道 第一座短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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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谷悬岩上有一座便桥 我们走过铁桥 再向前大约走五分钟 森林减少 渐渐感受到大断崖的惊险 这里正是2.5公里处 海拔1200公尺的追陆山 在这里几乎整片山壁 垂直下到利物溪谷顶 是大理石地质结构 含水量极少 只有短小的灌木 即石凤草类生长 所以没有森林挡住视线 而坠落古道 正落在750公尺海拔的山腰 因此走在前面500公尺 山壁山道 可欣赏到江山如画 感受到山河的雄壮气泊 一路上都是大理石的碎石路 因此前面500公尺的站道 是追陆古道最美的一段 也是最险峻的一段 公元1914年 日本总督佐久坚佐马泰 发动太鲁队战争 屠杀镇压太鲁队族 血染飞路古道 虽太鲁队族被优势的日军武器降服 日本总督佐久坚佐马泰 在这段来被太鲁队勇士枪击 罪言伤众而亡 这是侵略者的下场 日本诗人西行和尚写道 在超脱世俗的心里 悲哀突然涌上心头 只因水鸟从沼泽起飞 在秋天的戏幕 诸行无常 胜者必衰 骄重满横者来日无多 正如春夜之梦幻 勇猛强悍者终必灭亡 宛如风前之尘埃 佐久坚佐马泰 逃不过侵略者 血染太鲁阁的历史宿命 宛如风前之尘埃 点滴体会出自然的道理 但日本人至今有忏悔吗 站在古道上 夏林深渊背靠抖壁 感觉自身的渺小 面天地之悠悠 千山火独行 步道大致一公尺宽 必须很小心的向前走 对面是燕子口的塔山 在2.6公里的标识牌下 可俯瞰利物溪深谷下的中横公路 河水在流动 车辆在行驶 对面山峰海拔 从1000公尺至2000公尺 青山白云深谷峭壁 四周环绕 顿感生命的渺小与可贵 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 更要爱惜万物生命 我们来到第二座隧道 洞内沿壁上有一座石观音 神明的保佑在每位游客的心中 这一段景色更是壮观 陡峭壁上一座石观音 陡峭悬檐深谷一南无遗 陡峭悬檐深谷一南无遗 有位美女坐在悬檐边留影 美女悬檐的画面 让古道更是青春飞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站在悬崖边留影 以做来日的回忆 脚下立物膝 深谷下的燕子口 小心哦 来借我过一下 你要小心 让我们静静地观赏这雄壮的景观 感觉生命在空灵中旋转 太鲁阁战争结束后 日本人要有效地控制原住民 在1917年强征原住民撞钉 撞钉们将绳索绑在腰际 自千公尺的岩顶垂旋而下 埋设炸药爆破 一锤一锤的凿洞遭岩壁 将原本的小径 脱宽成眼下的追陆古道 那种开着道路的艰辛 与危险可想而知 通过三公里的标示台 前面还有一百公尺路程到达终点 我们走完全程3.1公里的追陆古道 到达断崖住宅所的遗址 这个平台 曾有日本住宅所的房屋 现已成为游客的休息地 早上十点 从燕子口出发 进入古道 现在十二点十五分 整整走了两个小时多的路程 在这里午餐后 我们原路返回燕子口 谢谢观赏